飞运,不想太麻烦,如果能通过女性第六感得知排卵,那就太好了,虽说排卵期大多数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争交和感觉,但是有些人可能有不同的表现,如果结合月经推算,还是有一定的概率可以抓到自己的排卵期,根据月经推算排卵期。 假如月经规律,一般推算下次月经来朝前的14天前后,是排卵期,也就是说如果月经周期28天,那么就是月经来朝的第14天前后,如果周期是35天,那么就是月经来朝的第21天前后,当然,如果月经不规则,这种倒推的计算法是不可行的,算不准,而且月经不规则,也可能存在排卵期。 有时排卵可能会带来这些增长,下腹胀,痛,卵子成熟之后,要破卵排出,显然是破卵,卵抛表面就会有个小破口,这个过程有些女性可能会有不适感,比如说一侧下腹胀,下腹痛,有人很矩时,每个月都一样的时间痛一下,因到流血,排卵期前后,女性体内次月激素波动稍微大了点, 正会对子宫内膜造成影响,有可能引起部分内膜的提前脱落,形成阴陋流血,就是所谓的排卵期出血,当然,排卵期出血还需要排除内膜肌肉,黏膜下肌瘤,宫颈病变,切口气室等问题,一般出血一到两天,有些长得要好几天,甚至量也不少, 其实出血也就算了,总不能每次为了怀孕,都浴血奋战吧,这需要去看医生了,通常来说,排卵期出血和排卵痛,都可以通过副方短效避孕疗来解决,避孕疗可以抑制排卵,自然就没有排卵引起的不是了, 但是,这个和被孕又形成矛盾了,可以使用天然黄体同一质内膜脱落,又不影响被孕,阴导分泌物增多,拉丝,排卵前体内磁机次增加,也会促使宫颈泥液腺体分泌增多,引起阴导分泌物增多,容易拉丝,拉丝就是分泌物欲断不断的样子,有点像东北菜拔丝的感觉,幸运啊,幸幻想,从生理学角度来说, 排卵是为了生育下一代,而且卵子在体内存活的时间也不长,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内,自然是能早点收入最好,所以,女性在排卵期会不自主地产生性欲望和幻想,对异性的吸引力也相对增强,没办法啊,不这样就要浪费宝贵的卵子汤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